转台上一圈一圈 色泽焦黄又凹凹凸凸 有点像葱油饼 又有点像甜甜圈 其实它是年轮蛋糕 它的棍子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冷的 所以我们要让它先进到里面去 先加温过 要烤出这样的年轮蛋糕 得先上棍 让面糊一层一层裹敷到烤杆上 过程中烘焙师傅 站在200多度的烤台前 不停翻动面糊 让它均匀受热 才能避免烧焦 年轮蛋糕的功法繁复 裹面衣的动作至少重复20遍 蛋糕提供厚实了 再用刮刀划出螺旋纹 最后帮蛋糕领域 把面糊一层层浇上去 跌出层次感 每天一开工 师傅一站就是两小时 镜头前手脚俐落的烘焙师傅 看起来经验老道 事实上他踏入点心界 还不到三年 我们公司的话 它在大陆那边有设厂 对那就是台湾这边的经营成员越来越高 那公司这边决定把台湾结束掉到大陆那边去发展 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就从原本的公司那边被遣散掉 对然后就是在别间公司上班 那大概过了半年左右 忽然就接到之前的老板打电话来说 就是请我回去原本公司的办公室开会 33岁的韩尚玉 原本是手机外壳工程师 由于公司转型迁厂大陆 他被迫成了资遣工 只是没想到卷铺盖的人生 却卷出新方向 前老板想在台湾投资蛋糕生意 再度找上门 但是完全没有烘焙背景的韩尚玉 一开始很迟疑 没想到老板却愿意花钱 让他去日本学习年轮蛋糕技术 开完会之后也有到台湾 就是各个有生产年轮蛋糕的地方 我们也有去看过 然后也有去买来吃过 对那是发现到说 这个年轮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糖霜的年轮蛋糕 是真的还蛮特别的 而且当下是台湾没有的产品 对然后就是才决定说 那我们就进来 以这个糖霜的年轮蛋糕当成主力 主力产品决定之后 店能不能开得成造化就看个人了 韩尚玉把在日本学习到的技巧 原封不动搬回台湾 师傅用什么牌子面粉 他就用什么牌子 师傅加多少糖 他一功课也不敢少 原本以为这样风味就不会有误差 但却碰了一鼻子灰 像我们就是会先给亲朋好友吃 他们是会觉得就是一个是太甜 他觉得这个蛋糕的甜度太高了 另外一个部分是觉得口感太干 对那我们当下也觉得 哇很挫败 在日本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为什么回来台湾又不一样 对才想说这个就是可能日本那边 跟台湾这边的文化的差异 对那我们就回来的话 就针对这个甜度跟湿润度 有去做调整 那甜度的部分 我们是用成本比较高的海藻糖 去取代它 海藻糖改良的配方 甜度减半 绵密口感和湿润度 却丝毫不打折扣 因此让Mori年轮蛋糕意外爆红 我们有一个客人 他每次都是大概快关店的时候 他才会来 对那后来我们就有询问他说 是不是这个时间下班 他说对因为他人比较远 他在内湖那边 所以他是下了班之后 专程开车来 而且大概一两个礼拜 就会来一次 这也是让我们印象蛮深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才在想说 其实我们可以做 宅配这一方面的服务 让客人不用专程跑来淡水这样 这个这样我给你两个 哦好吃 老板在那边 老板在那边 老板 好好吃 网购通路看好伴手里市场 一个月能卖出500多卷 实体店面选在游客多的淡水 锁定观光商机 一個人各買一盒 因為其實我們都沒有吃過 因為常常在日本旅行 一天到晚在吃這個蛋糕 所以回去試一下 標榜日式年輪蛋糕的風味 吸引不少常鮮客人上門 韓上玉的蛋糕可以單吃 也可以當成鬆餅 搭配冰淇淋和奶油一起入口 增添層次感 我們就是完全照它的方式來製作 等於是你在台灣 吃到我們的年輪蛋糕 就跟到日本吃到的是一樣的 雖然沒有從商經驗 但韓上玉懂得找方法 掌握市場動向 昔日資遣工也能變身百萬店頭家